哈囉大家好我是大老師 希望我的頻道可以按一下訂閱按鈕關鍵的鈴鐺 接著用我的IG FB Twitch BB還有Discord 然後在今天天地結U城在臨微信官方公告 新麗靈魔化黃斧森的情報所曝 好那魔化黃斧森 你看大家都蠻熟悉的吧 那基本上在U城換進入也會看到魔化黃斧森的這個 這個角色啊 不過你要打的是那個 我記得是沒有完成那個 那個冰璃的結局 不是不是完成冰璃結局 是你沒有上U城的時候 你會遇到魔化黃斧森 就是在還沒上U城之前的時候 好那基本上 魔化黃斧森當初在打的時候 就覺得這個角色設計的還蠻帥的 不知道會不會有機會出呢 結果還真的會出角色 欸就是抽卡池裡面的角色 那這樣子想必 石油畫的風寒月 想必也是有可能會出的吧 好那魔化黃斧森就是 這介紹其實不用啦 因為就是 他就是 天堯派的三弟子嘛 好那他就是暗星降世的身份 然後被阻住斯門 然後天堯派那個時候 掌門人的雷靜 那留下生愛的風寒森 遠赴西域 尋找蕭氏柔蘭 因為他不只是 他想要改變命運嘛對不對 就是改變他身為這個 暗星降世的命運 因為他說 他在當機版的時候呢 說他說要高人指點啊 就是可以找到蕭氏柔蘭 就可以改變自己的命運之類的 所以我一直很好奇那個 當初在U城換街路裡面 黃斧森跟對風寧森講說 他高人告知那個高人 是不是其實是害他 不曉得 好 原罪 荷庸的魂魄在轉生的時候呢 一分為二 他跟夏侯儀 共享著羅火神的力量與記憶 唯一不同的是 讓光照到夏侯儀身上 因此他可以大步邁向光明照耀的之處 而劉儀他在選擇只有逆光而行 我唯一沒有勝過你的 就是賓妮先選擇了你 所以你成為幽靈之界的主人 老實說 大家在玩U城換街路 有沒有覺得 黃斧森就是一個 一直在怪罪命運的人嗎 我在玩的時候 我一直這樣覺得 所以當初下午有一直勸他說 就是不要這樣子 什麼是怪罪命運之類的 好 儒後的死者只能有一個 而此刻我要先做的就是實行尊神的御命 將前陣叛徒和奇異火 徹底從這世上除掉 好 宿命齁 好 最後就是大家有玩到U城換街路的結局 就知道 黃斧森就是拿著匕首 插向風靈森的心窩 插向風靈森的心窩 然後之後那把劍呢 變成神魔自尊傳的豬刃血劍 對 好 那 人物情報大家都這個樣子 那詳細的內容呢 我們等到下一次的這個 應該說詳細的內容呢 在U城換街路會比較清楚一點 不過各位在玩U城換街路的十字系的部分 應該也知道這個人物大概是什麼樣子 基本上十字系的內容沒有改太多 反而有增加一些東西進去 那我們期待下一次他的人物技能的介紹部分吧 好 那今天的人物情報就到這邊了 喜歡我的頻道也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FB 推曲BBD還有Discord 謝謝大家的收看 大家晚安 拜拜